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是呢 当十二星座的男生 面对到前任的情人 再度回头 问要不要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答应呢 有一些星座的男生可能会觉得 我们暧昧一下就好 有些星座的男生可能会觉得 呃,旧情人我还是不要再来一次好了 也有一些星座的男生会觉得 那就跟旧情人保持 某一些很特别的关系也还不错 究竟十二星座的男生 比较容易有哪一些反应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到的星座是天秤座的男生 天秤座的男生 遇到前情人回头的时候 第一,他会先把前情人当成是 朋友一样的对待 因为对于天秤座的男生来说 反正见面三分情 你跟我在一起过 但是我们可能后来觉得 彼此不适合而分手 但是我还是可以把你当成一个 普通的朋友 天秤座的男生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之前分手不是分得太难看 而且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 阴错阳差而分手 而旧情人又愿意 改正自己的缺点的话 其实天秤座的男生愿意去接受 再跟旧情人再爱一次的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到的星座呢是天蝎座的男生 天蝎座的男生还需要说吗 他当然不可能知回头草啊 大家认识天蝎座这么久了 怎么会觉得天蝎座的男生会知回头草呢 大部分呢 天蝎座的男生在感情方面 如果会跟这个人分手 大部分都不拖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就是真的完全出不来嘛 第二个就是 很不好意思 你这个前情人大概做了 对不起天蝎座的事情 才会导致天蝎座跟你分手 好 那天蝎座的男生在分手之后 他们内心通常也会把这股伤 跟这股难过记很久 你要说他记恨好 他就是记恨 那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 天蝎座的男生怎么可能会再跟你在一起 他把你掐死就不错了 当然 有一些天蝎座的男生 虽然没有办法跟旧情人 再继续发展新的感情关系 但是他可以接受搞暧昧跟上床 这两件事情 但也差不多就是只有这两件事情 可以让天蝎座跟旧情人 维持一个互动的关系 如果你之前是真的劈腿 或者是偷吃让天蝎座抓到的话 那不好意思 我真的建议你不要花这个力气 再回头去找天蝎座的男生 因为基本上这是不可能再继续在一起的事 你就不要再想了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星座是射手座的男生 如果你要回头去找你的射手座前男友的话 其实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你的射手座前男友可能还不见得会记得你是谁 射手座的男生其实是非常快速可以往前看的星座男 所以射手座常常跟前情人分手之后 他可能就已经继续交往性的对象 或者是他很快就会有新的感情对象往下发展 那对于旧爱的部分 很多射手座的男生就是抛足脑后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或是反正发生过就发生过了 我也不在意 我也不想要再跟旧情人有什么样子的互动 因为反正过去都过去了 射手座的好处就是他们其实真的是很积极往前看 很正向的一个星座 那反正过了就过啦 我可能连你的名字跟 你之前送过我的礼物可能都丢光了 我怎么会记得你是谁 或者是好啦 就算记得你是谁 可能也不见得对你还有抱持的那种爱的感觉 那很多时候有一些射手座的男生会抱持的一个心态就是 那反正我也忘记我们过去是怎么分手 那无所谓没关系 你回来可以 那我们就试着互动看看 暧昧看看 交往看看 有些射手座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这一类的射手男就是觉得说 无所谓啦没关系 如果我们还插得出火花的话 那代表可能我们还有缘分 那我们可以试着在一起看看 那如果没有的话 也许暧昧一下 上床一下 射手座男生OK 但是如果插不出火花 没有真的想要谈恋爱 或是想要再在一起的感觉的话 射手座的男生是会直接 就是到最后可能跟前情人说 那我们还是不适合啦 就暧昧一下这样就好了 不要花太多力气 你可能也可以去找新的对象这样子 很多射手座的男生真的很直接 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也不会再有什么发展 那你要不要去找新的对象 不要再跟我再这样暧昧下去 因为这样真的不太好 有些射手座的男生真的可以直接到这个地步 所以呢 射手座的男生是觉得无所谓 我可以再试看看的类型 但是不保证他一定会接受前情人回头 今天的雅提聊星座呢到这边结束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个影片呢 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如果你想跟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今天的雅提聊星座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拜拜